錄製時是11.9,差不多12點 821剛剛散場 話說我出了街,吃點東西 回到7點多,8點多 就是821一個月後的靜座集會 這個靜座集會有一個深層次的意思 一吵港鐵,港鐵一定要負責任 二吵警察 所以這次的靜座是相當具意義的 照樣,慣性一開始都是和理非的回合 而821是計821之後,第一次勇武 也不是第一次,紅磡那次,紅土那次都出動過 這次稍微有規模 勇武,即是再歸位的一次 計821之後,稍微有規模 這次的戰地就在西鐵站 下面的兩條村,一個是東頭村 另一個就是南邊圍 不知為何,POPO是要守住這兩條村 我自己覺得,原因很簡單 有些駐元朗的人都知道 其實元朗那裏 藏了很多東西 藏了些甚麼呢 人都知道 那些甚麼 甚至是製造那些東西的一個中心 我之前說過,不重提 無論是警察也好,黑幫人也好 是很保住這個地方 因為這是製造金錢的一個地方 除了很單純的一條村之外 我覺得這個陰謀論是成立的 我自己覺得 不是為何他們 那麼緊張這個地方 有別於 除了這個 黃大仙的九屋之外 南邊圍 那些村 他亦都好保 好保住這些村 必定是有些特別的事 這個不是重點 反而是 重點是 他們這次勇武派和POPO 之間的互動 他們的對譯戰爭有甚麼不同 因為這次的戰爭是經歷了昨天 醫院 若打老人家的事件 因為那件事件根本就是 整件事就是告訴你警察真的是黑警 再一個鐵證 所以這次 警察看到他 好像有個 心好像輸了 簡直是不敢說很衝動那種感覺 基本上他們內部的 警隊的士氣 都在分歧 都在懷疑 原來我們警隊真的有黑警 開始互相猜疑 甚至是 做的事沒有那麼衝動 沒有那麼衝擊 所以這次 講一個總結給大家聽 821 和理非回合之後 勇武 之後就沒有事發生 是一些很簡單的 叫做 放下路障 警隊有推進 然後中間就沒有任何接觸 唯獨是 在那條 橋 就拘捕了兩個 不知道 市民 還是 來示威 都分不了 我也是示威 因為戴了口罩 但那兩個其實可以走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走不了 被人拘捕了兩個 但是那兩個又不是勇武派 感覺像是和理非的人 又不像 像居民 所以理論上 整場戰役 大家也是 警察沒有贏 沒有輸 打過和 這個局是打過和 順帶一提 721 說明721 就是叫做無望721 有兩個很重要的人物 都不能夠大家 輕易忘記 一個李漢文 一個又乃強 當時的指揮官 擺明是 私通黑社會 放過黑社會 導致現在 零點控 拉就拉了 但那些人沒有一個坐牢 那些白衣暴徒 黑社會 話說 我錄製影片 還在看直播 直播那邊 就不讓大家看 大家回去看 純粹看到 警察 大概 接近12點 收工 除了頭盔 休息 今天就告一段落 應該也沒什麼特別事發生 先說一下和理非和勇武的戰術 有什麼不同 和理非是靜的部分 他們是靜靜的 靜座的 就是這樣 我在這裡順帶一提 我看現在的現場直播 因為我在電腦看 看到有些記者進入村 看到一些白衣的村民 把記者趕走 反而是被警察在裡面休息 不讓記者拍攝 也很惡 又是一個合作關係 村民 就是白衣 不可以說他們暴徒 因為 那些感覺上是村民 但是指著記者 指著記者 學罵 然後說記者出村 就是這樣 又一次 沒有示威者 這次又完場 純粹是 那些村民 惡到 不讓 不讓記者拍照 入村拍照 就是這樣 這些小事 都知道 南邊位的人 都不是人甘品 和理非 代表靖 成整地靖座 撐人數 那個場面 都好看 壯觀 其實 這些社運 有靜有動 靜就是製造人數 一個很誇張的數字 製造輿論 洞那方面 就是 大概10點 就開波 製造一些 具爭議性的畫面 但這次基本上沒有什麼 很聰明 這次勇武 正如我之前所說的一些戰術 就是 他們開始打一些遠距離戰 然後退守 一些道德高地 純粹是設定路障 一開始 在東頭村那邊設定路障 讓警察慢慢推進 因為路障是用來防狗 防速龍 因為如果沒有路障 速龍可以亂衝亂拉人 這是聰明的做法 而且他們這次設定的路障 基本上是 既快 而且簡單 及夠亂 這是重點 即是 你設定路障 不需要弄得那麼漂亮 每次都要弄 不需要弄得那些 藍缸 不用的 我看到他們這次的路障 是聰明很多的 隨便找幾個 巴士站 小巴站 那些 那些 那些牌 就用來做路 這個是聰明的 遠距離用Laser 這個是示威者特權 警隊就不能用Laser 也是很有趣的 因為警隊就在 記者會上答應了記者 以後不用那一枝大光燈 真的藏了 不過有時候都拿出來玩 有了 其實 看討論區都知道 連登仔 已經找到那枝 警察經常用那枝大光燈 是甚麼 有些 示威者都買了一枝 回去玩 相當之強光的 一枝電筒 不是Laser 是很強光的 一枝電筒 一開始 玩遠距離戰 引狗 引到西鐵站 這個聰明的 這個地方始終是一個道德高地 始終 港鐵 多少都要負負責任 你 容許白衣人 上來搞事 這次就好了 現在市民示威 你也要容許 給權力 給示威者 去做事 港鐵 其實一向都是 他們是處於 不理事的位置 有得你搞的位置 所以他們的示威者 都可以盡情地 做一些路障 聰明了很多 這次 示威者 經歷過上一次 速龍 衝上來 衝上來 吐人 示威者很快 就把水 潑到地上 整塞地下 整滑地下 讓人一經過 要慢慢走 不可以衝 然後 把垃圾桶 回收箱 櫃 即是地鐵站的櫃 放在地上 做路障 防止防暴警 衝進去 亂拘捕 純粹是引狗 進去地鐵站 好了 進去地鐵站 即是 即是 黑警 只守住在橋 沒有進去 我都等了整個小時 覺得是時候開波 又不衝進去 原來 警察 純粹派 為數5至10個防暴警 守住在橋的門口 橋是進入 西鐵站的 其中一個出口 純粹這樣守住就算了 就沒有打算進去 今次是冷靜了 這班警察 這種行為 亦都被我想起 覺得 跟昨天的 新聞有關 他們不夠膽再做 任何東西 再刺激輿論 因為已經拍了太多證據 警察的形象太差 甚至是他們跟黑社會 有勾結 721的陰影 其實警察裏面也有陰影 所以他們做的事 現在沒有那麼猖狂 是冷靜了 當然 這種冷靜我相信 也是忍住的 將來 未來 還會有很多場 和理非 勇武 結合的戰爭 POPO一定會報仇 他今天忍住 忍住 忍住就不進地鐵 因為每次進地鐵 雖然每次進地鐵 這些警察都會抓到人 或者打到人 但是他這樣發洩 令到輿論方向 會傾向示威者 所以基本上 他每次進地鐵站都是輸 我可以這樣形容 如果你說示威者守著地鐵站是聰明的 放了路障 建立地鐵站 不再像上次那麼斯文 以前那種戰爭模式 很沒有防範 為什麼沒有防範呢 以前那種戰爭就是 一排一排人 一排一排人 對面又有一堆防暴警 中間就沒有路障 那種戰爭模式 那種戰爭模式 衝出來便會咬人 基本上示威者 因為人踏得太多 有時百幾二百個是走不了的 就算走得快那些都被人阻礙了 還有前線那些 勇武那些 看到有些人是比較肥的 勇武派比較肥的 那些是一定走不及的 一衝出來便會咬他們 但是你見到他們這次是 即是聰明了 戒心強了 那些示威者 是害怕的 所以去到地鐵站那裏 他們設定了路障之後 還看到防暴警有五至十個之後 還不放心 不斷設定了路障 甚至是落閘 幫港鐵落閘 他有一個閘的 按鈕就落了 示威者的心態都很害怕 很謹慎 大可惜 都不是可惜的 大家都沒有事發生 警察 都不敢進去 雙方都很小心 現在POPO都覺得 以前火遮眼衝進去 現在就不敢 甚至是 示威者都小心了 設定了路障 那些水 那些陷阱 可能是陷阱 打算陷阱 那些警察 那些警察都不進去 純粹就是 真的驅趕到地鐵站 等他們自己慢慢散 這種示威的互動方式 其實是 相似以前的 一些 就是以前的示威模式 那些警察 大家都可能沒什麼事發生 大家都很忌諱 盡量保持距離 最後 最終 沒有什麼衝突 而散場 當然 畫面上 沒什麼看 但對於 長期 示威來說 長期鬥爭來說 這個局面是不錯的 我覺得 你製造了一個緊張局面 很緊張 我們都不希望示威者有任何傷害 所以理論上 最好是示威者全身而退 這個結局最好 打過和 大家沒有接觸過 亦不是太差的結局 最好結局 當然好像葵方那些 令到POPO亂勾 射射 葵方不止一次 以前 之前已經有個光頭 阿sir在舉槍 證明葵方那些警察 是很難燥底 又射催淚彈 這個 不需要選一兵一桌之下 就贏得POPO 是吧 在輿論戰方面 又贏得POPO 這個葵方那時候 真是漂亮 現在元朗這裏 就很小心 感覺到現在用武派 小心了很多 看到前線的人員 他們都看到 如果站得太密 都叫大家 站鬆一點 方便走 如果看到 前面沒有路障 特地設定路障 因為真的用來防速龍 我說過很多次 因為那些速龍 跑得很快 如果沒有路障之下 就算有路障 路障也好 假設有路障 他一跨就跨了 不夠兩秒就跨了 其實路障是沒什麼用的 純粹是防那批防暴警 但你防不了速龍 所以 今次的示威者 是聰明了很多 他們都知速龍 不惹小 亦都不敢看小 所以很小心 這次是略為 勇武派 略為 謹慎了 Over了 但不要緊 這種謹慎是需要的 因為未來 戰鬥 可能你不知道 他有哪幾次出奇兵 最後 大家都很開心地 搭西鐵走人 西鐵都安排人走 港鐵都很隆重歧視 看到他 派了職員 在月台 疏散 人 都不敢怠慢 因為港鐵 最近 你看看 太古 攜坊也好 都被人吵 說他為何亂放警察進來 怎樣怎樣 吵完之後 港鐵的職員 真的做下事 這是一件好事 謹慎了 我相信 港鐵 他們都不懂得應對 三十多年來 都沒有見過這種事 哪有警察進來 開催淚彈 所以太古那次 攜坊那次 他們都不懂得應對 不懂得應對 自然 被香港人吵 被香港人吵兩句 一定要 每晚 太古其實都會吵 因為太古很離譜 當然 地鐵職員 當然是解釋不了 亦都不懂得怎樣解釋 又未見過 又不懂得怎樣處理 是吧 但當然 不能說 我不懂得處理 今天就大了 是吧 你都要譴責 你要修補關係 就是這樣 我覺得 MTR 雖然現在 叫做 做回一些事 其實他都沒有做過什麼 純粹派多些人 去疏散 但他仍然要做回的角色 就是要譴責警察 甚至是 可能貼公告出來 就說 不准防暴警 亂交入 港鐵裏面 我覺得港鐵 如果你想玩牛的形象 是可以這樣做的 但當然 港鐵亦是不能在乎的 那些 機構 因為你是不是也要回答他 是吧 他最多就是 假裝死狗 這個就是MTR 做法 好了 這個 都見到 雄土那次的戰爭 又是沒有什麼事發生 就是閃得很快的 這個是聰明的 就是不要跟他硬鬥了 沒有意思 純粹撩輕他 試一下撩去 就是引他到得高地 看看行不行 不行就都走了 警察他自己收手 那你 示威者都走了 就是留得青山在 哪怕沒有柴燒 但是挺有趣的 整場戰役 我想 港鐵是最麻煩的 那個機構 就是令到他最麻煩 為什麼呢 就是 的而且 那些示威者 是整亂了 站 那個站 是整亂了 那我自己覺得 你721那件事 港鐵也是交道得不清不楚 那就抵擾你死了 港鐵 是吧 那些示威者 叫做一個 叫做 擺了一個路障 是吧 整亂了站 我覺得 某程度 都是 對MTR 一個叫做 小情大界 都是一個 OK的 我作為一個和理非 絕對覺得 沒有問題 是不需要有任何 割蓄的 覺得 更好看 是不是 那你 MTR 不用負責 是不是 現在示威者 就利用 當時的環境 設定了路障 一定是會整亂了站 弄得很誇張 那些路障 那些東西 這些都是 死物上面的東西 這些 都是很其次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721那件事 是 人 是一件孔雜 是血生生的人 所以相對 今次 元朗 那個站 有一堆死物 叫做 叫做 整爛了 這些根本就很小事 我自己覺得 整件事 也是 很有理由 去設定路障 我覺得勇武派也是 所以我自己覺得 沒有問題 未來 那個方向 我自己覺得 都是這樣的 應該 打個長距離 長距離 令到 POPO出醜 每贏一仗 令到他出醜 就為之 香港人贏 現在的戰爭模式就是這樣 盡量減少一些正面的 肢體衝突 因為每次都是輸 這樣就無謂了 是吧 而且他們是會用酷刑的 擺到明會用酷刑的 而且 而且他講到明 是沒有CCTV底下 他基本上什麼都做得出 所以 為什麽 昨天的那宗醜聞 警隊裏面 打老人家的那宗醜聞 就是這樣 警隊以為沒有CCTV 這樣就出事 是吧 就是這樣 所以 告訴大家 警察的天敵 POPO的天敵 就是記者 其實就是記者 他們是很認真的鏡頭 他們是很認真的 他們是 拍攝了 他們又是 不用收貨了 就是這樣 他們也很介意 這件事 好了 今天就匯報了 那麼多 看看明天的輿論方向 未來也有很多 長的 遊行示威 這裏略帶一提 我都講講 為什麽這次社運 還可以暫停到現在 最主要 最主要 還有一件事 就是 那些活動 那些活動 是很 你任何人都可以參與 譬如你和理非 有和理非的活動 你可以塞機場 和理塞 是吧 未來 有人會 賦予去看 清明上河圖 去博覽館 是吧 這個 挺有趣的 即是你機場不讓我進 但機場那條路 你一定要 進去博覽館 我塞住那條路 變相都是塞了機場 這個就是一個 香港人的那種明活 在社氣運上面 就無端端 發現到香港人 真是很聰明 做這件事 我最新看到直播畫面 交通景 正在清掉路障 真是 搞笑 就是這樣 有和理非 亦有勇武派的活動 變相 是全民運動 小朋友可以參加民陣發起的活動 是吧 或是中學三集會 那些 遮打 那些 經常舉行 媽媽集會 這些可以參加 是吧 譬如我們那些 那些也是 我不喜歡和理塞 我不是說 意思是 我對和理塞有抗拒 我覺得和理塞是好東西 但問題是 我自己不喜歡等 我是一個不喜歡等的人 或者叫我塞住一些東西 我喜歡動的 所以那些什麼 紅土遊行 那些 那些 好像前兩天 200萬遊行 那些就是適合我們 喜歡走來走去的 那些 也有些喜歡靜坐 和理非 又可以去機場室 變相 每一個市民 他都能夠發揮到 在社運 發揮到他的功能 發揮到他的功能 甚至你喜歡做 建本戰士 上網做文宣 亦都可以 變相 每個人都可以做到 參與 基本參與 變相 每個人都很緊張 整件事 亦都會看 直播 亦都感覺上 每個人都好像 都好像付出了 都希望有回報 這就是社運 為何能夠繼續下去 或者未來 都會有一個 不錯的發展的原因 未來的事 沒有人會知道 但我相信 暫時來說 這半年 都會繼續 持續 成為一個 長期的爭鬥 都是保持著 群龍無首的形式 這是最好的 不要讓大台限制了自己的行動 或者是智商 或者是所有的行動 這是最好的 我覺得 好了 今天說到這裏 多謝收聽 多謝了 多謝了 然後 我們說 多謝了 再次 我們說 多謝了 感谢观看